杭州长安宴国际大酒店位于前塘江边 林女士说因为看中这里的风景好 2019年她就找到酒店一位蓝经理预定了婚宴 后来延期了一年也是和蓝经理沟通的 今年他们计划举办婚礼才发现对方已经离职了 她离职的时候并没有把对接人给我们 我们期间也不知道 如果不是我们主动联系的话 其实如果当天我们过来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酒店里面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们要结婚 林女士说婚期定在4月25号 3月中旬她的婆婆过来看场地 才知道蓝经理离职 接手的是一位胡经理 婚礼当天胡经理表示有事不能到场 又给了她一位彭总监的电话 林女士认为酒店方面没有主动对接好工作 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档期表来的 比如说这5月21号的客户 那我们就4月21号 所以他们造成没有对接 他们认为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到我们的一个对接时间 胡经理表示 酒店一般提前一个月才会跟客户联系 婚礼当天 她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到场 相关工作向彭总监交代过 林女士又提到 婚礼当天的情况更加混乱 他们在酒店接亲 结果工作人员把亲友带错了婚房 对比下来 婚房不仅布置不同 原本交代好的茶具和点心也没有 把我婆婆带到了215错误的房间 我们所有我们到了之后 那我们的伴娘伴郎他们的行李第一时间要拿过去 他们第一时间拿到了215房间 然后等我先生把身份证拿出来登记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301房间 等真正到了301的时候 我们发现什么都没有 301的房间布置跟201的房间布置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不存在有带错的一个情况 因为首先我们前台是满足客户的需要 当时他说是参观婚房 没有表明来意 所以说我们客房带大家看了215的婚房 大概因为我们确实一年有一百场婚宴 我们对于我们的婚宴而言的话 有很多客户的参观婚房的 胡经理回应说 215房间主要由婚庆公司布置 酒店只提供基础的布置 至于茶具和点心 考虑到新人实际到场的时间 要等待客人的指示才会送过去 这些问题都是双方沟通上存在一定的误会 我们老板是出于人道主义 就是感觉这个事情确实对新人有一定的遗憾 我们可以从关怀的角度上给他们一些补偿 胡经理从客户关怀的角度代表酒店表达了歉意 但林女士没有接受 她说花了十几万办婚礼 却是这样的体验 希望酒店方面承认工作失误并公开道歉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林女士表示会再通过其他方式维权 188黄金焰记者报道 请大家看起来 感谢观看